他不是買你整座,他買你中間的幾層 幾層下來 本來101是不賣的 現在不賣不行 撐不下去,撐不下去了 股東沒有辦法出資 然後台北市政府怎麼辦 對不對 為了台北市要這個地標 結果讓市政府背成這個樣子 那高鐵也賣給他們好了 不然解決高鐵問題 你看情況嗎 人家情況就是要買你101 當他台北市政府啊 對 這是我早就說過的 去年就已經在我們節目 這是他們的行事作風 那我想請問你 這些101的股東們的股票 他們會不會賺 我可以告訴你嗎 統一嘛 中信嘛 這是他們打股東嘛 對不對 對 他們會不會賺 對 是不是 這是投資獲益了嗎 維收了嗎 如果真的這樣交易 幾個單位 幾個幾棟這個建築 對 吸收的那個會越來越明顯 不是 到時候就會很 問題就是 對 你說寫字樓它是 它是目的性非常明確的建築物 嗯 它不是一般的商品樓 它不是一般的那種住房 對 它的那個客戶有限 坦白講寫字樓是買方市場 嗯 嗯 你說現在商品房 逐漸的可以轉移到賣方市場 好 你豪宅 豪宅 只要我有錢 我今天有錢了 我萬某人我一樣可以買豪宅呀 誰說不能買 對不對 但是我不會去買寫字樓啊 對 我買寫字樓幹什麼 你買寫字樓除非你要住 要開公司 是不是 那按照台灣人台灣人的那種那個做生意的習慣 剛開始絕對是租的啦 嗯嗯嗯嗯 是不是 等公司壯大了再開車買 對不對 但是這個對大陸企業來講 不存在這個問題 對 因為他們今天能夠來的 在大陸都是 化水的燈檔的啦 對 先來的這一批 對 絕對都是我跟你講 他們的他們的前五百大 對 他們前五百大進來 他們買 他們絕對都是幾層幾層買 那我問你 這進入來的資金 對於台北的房地產市場 乃至於對於台北的資本市場 會不會造成 拉動的效應 是啊一定會 絕對會的嘛 可是大家都很擔心啊 那個被他們炒高之後 對 這個問題不大嘛 因為他們鎖定的標準跟我們不一樣 對 就不是我們一般住 對呀 他們不會來買你們 可能會被牽動一點點 但是影響不大就對了 對 我講句坦白話 因為他們來買 而帶動整個景氣的發展 台灣的市場上 資金越來越充裕 大家都賺到錢 長一點 我也樂意啊 對對對 這樣說就對了 對啊 因為你本身如果說你有房子的話 你的資產也在增加呀 沒錯沒錯 也在增值啊 沒有問題啊 即使沒房子做小生意啊或什麼的 都是有比較生意會越來越活路 對 你生意會越來越好 我生意越來越多嘛 那什麼問題 對 我一個月我多交一萬 那個萬八塊錢的那個租金 我樂意啊 因為我賺得到嘛 是是是 是不是 那你說 這198項 它的影響有多大 各位朋友 我沒有辦法在這裡 逐項的跟各位討論 這一項 反映在股市上面 可能是拿幾張股票 對 這當然這是很複雜的 而且它還有每個個股的本身的問題存在 這就要靠各位朋友們 你自己要做一點功課了 就把那198項找出來自己去做研究 對 因為這是經濟部已經公佈的東西了 對對對 對不對 那我現在只是告訴你 只是告訴各位 你們不要擔心 台北股市會沒有錢 到時候怕錢太多 怕我們那一點錢 早就淹沒在他們的大資本當中 這是我們所必須要具備的一些 對 最起碼最基本的態度 是 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訴各位朋友 大中華的資本市場已經開始融合了 嗯 一年15兆的匯兑 198項的開放 這198項只是第一波而已 對 你接下來呢 是是是是 對不對 對 那我想說 我最後還是說 再提一下說 有些人 不管你喜不喜歡 但這個趨勢已經非常的明顯 對 那我們既然是 我們我們我們身處在台灣 趨勢這麼明顯 其實呢 最重要就是要翻身 要掌握實際賺大錢 對 所以我們一定要參與這一波的這個熱潮 因為我像我之前 其實我在私底下有跟萬大哥聊過 比如說民國七十幾年的那波台灣賺金房地產的那段行情 你在走的當下其實大家都不知道 回頭一看 那個時候是最好賺錢的時機 那包括這一次也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所以我們一定要 在這個 這個局勢當中 一定要掌握到這樣的 時機 然後賺大錢 那要怎麼掌握呢 我想就是看我們這個節目 是最重要的 對 大家就可以掌握到萬大哥對於兩岸局勢的一些看法 跟新聞的這個點評 如果說各位朋友認為 我跟執行長在這裡說 談這些問題 主觀意識太強 那我提供一個 我提供一個 大家全世界都認為是非常客觀 公正的一個媒體 叫做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 對 他曾經在金融海嘯爆發之後 他曾經有一篇文章說過 他說台灣是金融海嘯爆發之後 受傷最重的經濟體 因為我們的市場都是歐美的市場 對 在這篇文章發布之後的幾個月 他又發表一篇文章 他說 全世界在金融海嘯之後 好 率先恢復景氣 率先復甦的 將會是中國大陸 台灣 對 台灣也被大陸了 為什麼 這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這個趨勢 這個大中華經濟市場的河流行程 已經 不是建在線上了 已經是現在進行式了 嗯 所以我們也就跟著復甦了 是是是是 所以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經濟學人雜誌都是這麼的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一樣 對 各位的看法 對 那因為經濟學人 他這個可能時間沒有辦法 跟我們國內發生的這麼親切 所以我想每週 大家都一定要鎖定 我們這個掌握時機賺大錢的節目 好 就可以這個 掌握到這個 賺錢的契機 在台北股市裡面 能夠順利的操作 賺大錢 好我們今天謝謝 萬瑞君王大哥 來我們節目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